11月份 有一个计划的文化活动当中 我们 当然不能以我们教会这个名称 来邀请各样的学校参加活动 所以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 社会福利的机构 那么通过这个福利的机构 然后邀请我们教会的一个乐队 就是来教会的Ramant 组建了这样一个乐队 邀请没有办法来教会的 不信者的这些小朋友们 Ramant们一起来教会 就是能够比较容易的 迈出他们的第一步来到教会 也是为了传达福音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准备 希望大家为教会的这个活动去祷告 就是可以看到我们教会 就是尽可能打开门 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教会 然后也让我们的Ramant 能够被每一次这样的事工去使用 每一年中学都会有各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有活动的时候 他们就会借我们教会的一个场所 然后我们也会免费的把这个场所 借给周边的这些中学 去办自己的活动 当然就是为了让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小朋友们 能够去看到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希望也通过这样的机会 能够将来有一天能够给这些好朋友们传福音 所以希望大家为此而祷告 这是在11月份当中要去进行的 然后我们是要以传道的这种方式 也要邀请各样的 就是大家认识的家人啊 这样的朋友们一起来参加 这是整体当中要去进行的一个部分 希望大家也为这个去祷告 要去注意一下 也会跟大家发详细的消息 今天的题目要做征服未来 救火世上征服二三七的门徒 他是能够征服过往 征服今天 征服未来的人 首先我们在训论当中要去查看的部分 在将要面临的未来的诅咒 在一样能够阻拦 就是作为征服未来的人 神如此地忽略了我们 你们可以说阿门的 其实我们会看到未来会越来越艰难 这是圣经当中已经预言的部分 那么未来将来发生的诅咒 困难 神像我们的教会 像我们的每一个人 为了让我们去解决这些诅咒灾殃 呼召我们为征服者 所以各位一定要明白的就是 通过科学性的也是 会面临很多无法预测的急速变化 无法预测的变化 将来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 现在人工智能就是AI已经代替人了 拥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现在代替人 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像医院也好 通过机器人做手术 反而比人的手更加能够精密细微地做手术 现在就有这样的主张 已经是这样的时代 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 这样的机器人来代替人 还有什么样的时代会面临呢 你们可以看到 现在所有的一切 越来越变得更快 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部分 非常快速地在变换 实际上我们还会面临 什么样的时代呢 就是个人 在全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个人 都是我们可以看到 全世界就可以变成一个地球村 全世界能够变成一个互相能够相连 能够被统治的时代 现在通过新冠肺炎 现在通过新冠肺炎我们也看到这样的 对吧 这个不是某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现在全世界都因为这一切世界相连 然后面临了被制裁 那就是将来会有很多这样的困难 这样的变化 将来未来的时代还会怎么样呢 是不幸者所主导的顶峰时代 会面临这样的时代 是不幸者主导的 作为的顶峰时代 那么这里面 中心核心人物就是三团体 是新时代 攻击会 还有说要去盖巴比塔的犹太人 就是属于三个团体 因为这三个团体 现在会面临顶峰的时代 但是问题是 因为是不幸者所主管的 这个顶峰时代 所以在圣经里面 已经告诉我们了 就是 以赛亚书六十章二节 提摩太后书 三章 还有启示录 通过这些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就是说 不幸者成为顶峰主管的时代 所有的全世界 都会在黑暗幽暗当中 就是 凶恶的撒旦 完全掌控全世界 在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十节 就是这样的话语 说 幽暗遮盖万民 黑暗遮盖大地 就是凶恶的撒旦 掌控整个世界 然后人们会怎么样呢 就在不知不觉的痛苦当中 所以 提摩太后书三章当中 一到十三节的话语 说什么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然后告诉了我们 这样的具体含义 全世界被凶恶的撒旦所掌控 所以 所有的人都在痛苦当中 启示当中 启示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会有属灵的混乱 当然 将来的教会会倒塌 这是启示录所讲的部分 教会会灭亡的时代 那么会怎么样呢 结果就是 路加福音十八章 八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如此说 在这末世 能够看到有信德的人吗 耶稣说 在末世的时候 能够看到有信德的人吗 再次跟你们整理一下 因为不信者成为主导的顶峰时代 已经是这样的时代 将来会更加变成这样的时代 所以 撒旦掌控整个世界 因为撒旦掌控整个世界 人们就在痛苦当中 完全陷入里面 所以教会就倒塌 然后人们就离开信德 启示录说 教会倒塌 然后就会信息的人离开 那么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说 在最后的世上 在世上能够遇到真有信德的人吗 因为信心就离开 结果会变成怎么样呢 人们就会不知不觉 自己也不愿意 陷入属灵的问题当中 因为没有信心 不仅有属灵的问题 因为信德离开 所以人的心变得艰难 因为信心离开 结果精神就会有问题 其实实际上 现场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心灵完全是在衰弱的状态 都没有办法开口说明 因为自己的人格 或者面子 没有办法说出来而已 其实心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精神上也有问题 结果很困难 这样的人有太多太多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时代越来越多的就是 不信者成为顶峰主导的这个世界 没有办法的问题呀 正义人如此 所以你们要知道 因为无法预测的不可能的变化 有着不信者主导的顶峰时代 在这其中 我们的神 赐给了解决问题的 Romant 所以无论任何时代的答案 都是Romant 你们阿门吗 我们真的应该 把一切的祷告 放在这里面 所有的一切 历史当中诅咒 解决的问题 神所赐轨的珍贵祝福 就是Romant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教会史 看一下历史 常常神都是通过Romant 解决了这个时代的诅咒 灾殃 而且颠覆了一切诅咒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不是随便的 看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后代 而是说神在一个时代当中 无法不去通过这个做工 所以使用我们的教会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被神所使用 在这里面准备 不要去祷告 Romant叫做圣余者 也叫做 余圣者 也叫圣余者 也叫存留者 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答案 能够救活未来的答案 就是Romant Romant就是圣余者 存留者 余圣者 余留人者 那么圣余者是什么意思呢 恢复福音 存留者 存留者是什么呢 恢复福音的能力 余圣者是什么呢 是恢复文化 存留者 是留人者 是什么呢 留人者 就是恢复后代 所以拿着将要来的未来 我们说 作为征服 未来的 门徒被树立 首先我们要具备的是什么呢 本论第一点 各位有一定不要被骗的部分 作为征服 未来的门徒 有绝对不可被骗的 要跟大家分享这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什么呢 不要被什么欺骗呢 看似伟大华丽 世上的成功 不断地向着我们扑面而来的诱惑 Ramut你们也是一样 世界看似如此的伟大 如此的了不起 如此的华丽 很美好 所以 小的时候 你们拥有福音 是如此的重要 你们只有拿着 英许去看这世上的时候 才发现 这世上的成功 原来就是假的成功 你们会明白这一点 好像看似很伟大 所以人们就会张嘴 啊 因为看似很华丽 人们看起来都很好 很多人就会很容易陷入 所以我们的后代 还有我们教会的教母人员 主任学老师 真的小的时候 要正确地给他们种植 让他们正确地看到这世界 世界可以成功 个人也好 国家也好 都能够成功 但是这社的成功 结果就是假的成功 假的成功后面是什么呢 会来悲惨 而且会更悲惨 倒塌会更加悲惨 这一事实 我们不是说要否定下的教导孩子 而是让他们正确知道 允许刻印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打开眼目 看这世界 我们的后代 在小的时候 又小的时候 如果打开这样的眼目的时候 他们就必定能够成功 无论是谁 无论是谁都会面临诱惑 无论是谁 成功 谁都喜欢成功了 兄的撒旦拿着这个来欺骗 人们都喜欢 没有一个人讨厌成功 但是呢 离开了神的人也可以成功的 也可以过得很好 就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 世上就是这样的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结果就是假的成功 我们不要被这个欺骗 要告诉后代 让他们打开正确的眼目 不要被假的成功欺骗 在假的成功后面 有更悲惨的实相 让我们的后代 要打开鼠民的眼目 看到这一部分 所以我各位 觉得不要被骗的是什么呢 在世上的成功面前 华丽这世上的诱惑面前 我们不要被骗 看似很伟大 华丽的这世界 我们不要在这样的 诱惑面前被骗 还有第二个 不要被骗的是什么呢 撒旦所打造的陷阱 框架 网罗 不要被这些欺骗 但是大部分的人 都被这个骗 首先重要的就是 人都不知道撒旦这个存在 虽然听能够理解 但是却不知道撒旦的实相 虽然他们只是说 能够知道好像 但是却全部都被骗 有的时候总是说撒旦 然后他们就觉得 我就听到去撒旦 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又被骗 总是不说又被骗 其实事实上 这些撒旦 使用这些诡秘的 妙计让人被骗 问题是圣徒被骗都不知道 所以没有办法做 属灵的争战 让你做很多好的 好像很善良的 什么都让你做 但是如果不知道撒旦的 撒旦的话 我们做了很多好的 做了所有善良的结果 还是被骗 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 这样的部分是吧 有的牧师就是听福音 然后讲这样的部分的时候 就说觉得自己幕会 目前为止都是完全 西空的幕会 然后被撒旦欺骗了 然后他就不断地跟 那个圣徒讲 关于撒旦的部分 但是讲了三年 然后后来 圣徒就不再被撒旦欺骗了 其实某一方面来说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来教会 那么不信者 当然是不知道撒旦 圣徒也是根本就不知道撒旦 为什么讲撒旦 他们这么想 看到现场的问题的时候 耶稣最初呼召门徒的时候 在马可福音 三章十三到十五节的时候 赐给他们赶鬼的权柄 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 赐给他们践踏蛇鱼鞋子 胜过一切烟酬的权柄 对于这些奥秘不知道 所以就是不知道撒旦 为什么要说 不知道人们不知道的 第二个 撒旦是如何的 鬼秘呢 就是试探耶稣 是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 他也试探耶稣 是怎么样试探耶稣的呢 拿着石头 因为耶稣饿呀 说让耶稣拿石头变成饼 让耶稣以衣食主义 然后说你是神的儿子 那你从上面跳下来看看吗 利用了什么呢 利用了他的名誉心 自尊心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我们说做信仰生活 在讲神的话语 有的时候 如果我的自尊心 有这个损失 被刺激到的话 我们就会欺骗 是吧 这就是试探的战略 还有什么呢 第三个试探是什么呀 把天下万国的荣耀都给耶稣看 把这万国给耶稣看 然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世上的成功 拿着这个成功来诱惑 成功就是私欲人的欲望 这是撒旦 这是撒旦试探耶稣的部分 所有的人现在也一样 被这些都捆在一起 衣食住行 领域 世上性的就是欲望成功 所有的人类都因为这一点 被撒旦欺骗 人们全部在这里被捆绑 教会也是一样 其实都是这样的 教会都是这样的 撒旦这些陷阱框架网络 不要被欺骗 还有第三个 不要被自我欺骗 作为征服未来的门徒 对于我自身 不要被骗 对于我自己不要被骗 有的时候不知不觉 我的基准 我的局限 或者是我的某种伤痕 我的想法 因着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会有抱怨 会有埋怨 会有愤怒 会有各样的伤痕 会受伤 结果就是我的基准 我的局限 我的伤痕 我的想法 无论是再怎么优秀的人 如果神的话语不领导的话 就会陷入自己的想法当中 再怎么优秀的人 如果神的话语不领导他的时候 他就会陷入自己的想法当中 有一次在成岛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这样的一个话语 人的语言有影响力 也有力量 就是这样的 教会当中 那个人说的这些话 都有影响力 也有力量 但是比这更有力量 有影响力的是什么呢 我自身所说的这个话和想法 更有力量 更加强大 各位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别人在说 我无法无视别人 也有力量 也有影响力 但是呢 比这个更重要的 就是70亿人口当中 所有人的语言 更重要的是我的想法 我的语言 我说的 我的想法 结果下来就是这样去 让你们陷入 今天早上呢 我跟我们教会的父牧师们 讲了这样的话语 就是真言书 十九章当中 说什么呢 就是在韩国的教会当中 有的时候 说的就是 有关于讲幻象的 然后还有什么 各样的这些鬼呀 实际上 如果说 牧师讲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 没有 就是神的话语的时候 没有意象的时候 就会放肆 就会以自我为中心 无论是谁 就是末世嘛 如果没有神的末世的时候 我们全部没有神的话语 就是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三个部分 绝对不要被骗 刚才讲的是真言书 二十九章十八节 我们真的 作为征服 未来的征服者 我们一定要不被自己骗 不要被市场骗 不要被塞在的陷阱 框架网络 重要的就是不要被自我骗 这一部分 真的是 在征服未来之前 首先 我们在撒旦的 作为当中 不要被骗的 就是这一部分 本论第二点 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 首先 我们说 第一个 绝对不要被骗的是什么 是做属灵的征战的意思 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胜利的 能够在这属灵的征战 胜利完整 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我们为了不被骗 要去怎么样呢 神赐给了我们 完整的 绝对性的答案 这就是基督 是完整 能够在属灵之内 当中胜利的答案 神就赐给这样的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基督 正义如此 所以我们 知道神通过基督 给我们了 完整的结论 神通过基督 赐给我们 绝对性的 完整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约翰福音19章30节 都成了 你们要面临的诅咒 灾阳 所有的问题 基督在实在 全部都解决了 本是在命运当中的 一切问题 基督在实在 全部都结束了 你们没有必要再去 受这些诅咒灾阳 因为基督在实在 全部结束了 无论任何的诅咒灾阳 跟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 通过基督在实在 已经全部结束 我们有了完全 决定性的答案 这是解决了我们的一切 这要成为我们的 结论实际 在人生当中 不仅全部结束 还有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诅咒 灾阳 命运 失败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更重要的就是 因着基督结束了这一切 所以神赐给我们的结论 就是三个权柄 这三个权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基督 已经结束了一切 所以因着基督 我们是充分的 是完整的 是一切 我们必定会体验到这一点 当我们享受 这三个权柄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体验到 基督是充分的 是完全的 是一切 首先赐给我们的权柄 是什么 祭司长的权柄 因为基督长的权柄 所以改变了我们的根本 所以我们因着基督 能够充分 我们所有的根本 是不得不失败 不得不灭亡的根本 但是却改变了这些根本 当我们知道 当我们知道这一部分的时候 就因着基督能够充分了 第二个 拿着真王的权柄 拿着王的权柄 赐给我们能够 胜过一切的祝福 所以当我们确认 这一事实的时候 我们发现基督就是完全的 而且拿着先知的权柄 打开了与神见面的道路 越知道这条路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基督就是一切 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结论 完全绝对性的答案 就是神赐给的基督这个答案 那是什么 就是神通过基督结束了一切 不仅诅咒灾样结束了 通过基督又赐给我们 惊人的权柄 当我们使用 享受这个权柄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原来基督是充分 是完全是一切 因为基督那一位 我们就能够充分 因为那一位 我们就能够完全 因为那一位 我们就能够知道一切 拿着基督的权柄 我们所有的根本的一切 全部改变 本是诅咒灾样 根本全部改变 所以基督就是充分的 赐给我们 能够胜利的权柄 所以基督就是完全的 而且能够来到神面前的 成为真先知的基督 打开了这条路 所以基督就是一切 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结论 那么第二点 神通过基督 告诉我们人生结果 不仅赐给我们结论 而且神通过基督 告诉我们人生的结果 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神循传一章八节 你们人生过往 有痛苦有困难吗 看似是诅咒灾样吗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所有的一切 是让你成为正人 救活着世上而赐给你的 这理由是什么呀 这是神派遣圣灵的理由 我们所有的过往的诅咒灾样 看似是这样诅咒灾样的 但是这一切全部都是在 救活人的事情上 成为正人的事情上被使用 这是神赐给圣灵 要把这一切变为美好 这是我们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今天读的本文内容 就是启示录一章一到六节 六节的话语说什么呢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师 做他父神的祭司 神让我们做世界福音化的人 那么如此看来 我们所有的一切是怎么样呢 神为了树立我们为正人的结果 各位不要遗忘 这一 当我们知道结论与结果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生活 就会发现是什么呢 知道结果与结论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所有的生活就是过程 我们的一切就是过程 所以代表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创世纪四十五章五到八节当中 约瑟在兄长们面前的告白 约瑟被卖为奴隶 在伯提法家当中 然后又因为污名去到牢房 这所有的一切 他讲这都是过程 生活的一切就是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结论 知道结果 所以我们生活的一切全部都是过程 通过约瑟我们可以看到 他做了这样的告白 既然如此看来的话 那么各位 你们所有的人生过往的一切事情 都是为了未来的踏板 一定是为了未来的踏板 而且你过往所有的一切 不仅都是为了未来的踏板 而且都是神的时间表 各位不要错过这一事实 我们是在过程当中 过往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踏板 有过程的话 那么就是说有神的时间表 必有神的时间表 所以完全绝对性的答案 因着基督我们能够做 属灵征战当中的绝对胜利 第三点 拿着这个答案 今天胜利挑战未来 知道结论 结果 拿着所有的一切过程 我们今天胜利 拿着未来我们要干嘛呢 去挑战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重要的就是 各位今天很重要 每一天被引导 然后这每一天相连的话 就是人的未来 今天我得力量 今天一天享受神所赐的恩典 今天得答案的话 那么这些种种相连就能够打造出你的未来 最重要的 钥匙是什么呢 在你拿着未来去挑战之前的重要钥匙就是今天 今天得应允的话 那么跟未来相连 今天你们得力量跟未来是相连的 会打造出你的未来 所以重要的钥匙就是今天 那么今天你不要错失的是什么呢 拿着所有的想法 进入祷告之中的随时祷告 各位一定不要错失随时祷告 一幅所书六章十八节 你要随时在圣灵当中去祷告 我们有很多想法很好 但是呢 想法想法想法 然后这些环环相扣 结果留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 所有的想法最后怎么样呢 你要回到祷告当中 这是随时祷告 我们要随时在圣灵当中去看 去祈求 拿着所有的想法 进入祷告当中的时候 所有应允当中的应允 我们就会知道 是想法 我们的想法 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契命是什么 所以菲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 要一无挂虑 把所有的一切通过祷告 向神去祈求 那么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守护你的心怀意念 应允当中的应允 就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想法的本身就是契命 但是很多的人怎么样 没有办法得祷告应允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想法是错误的 所以没有办法得应允 就是他想法是错误的 所以当然就只能变得很困难 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 怎么样进入随时祷告当中 在今天的实践表当中 第二点我们是要拿着话语 进入祷告 这就是定时祷告 我想话语 拿着话语去刻印 然后话语成我的基准 那么我里面所有的一些都能够改变 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我里面的这些进来的部分 当我话语整理的时候 这些能够刻印 然后我所有的一切基准 我的环境就会改变 这是因为话语在我里面 就能够改变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的 上一周刘牧师讲话语的时候 讲了这样的部分 得恩典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 但是在这个得恩典的时候 重要的事情有个成就 当你们领受话语的时候 就讲的时候 啊这是我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领悟对吧 然后这个话语会存到我们心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的想法就会更新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不可能改变的 听话语的时候 我想啊对啊 真的是一个这样 我们的时候会这样的想 啊阿门我们会这样想 啊这个是给我的话语 我们这样持定的时候 这是我们心里面领悟的意思 我们明白的意思 但我们阿门 每到这个时候 我们随一切都能够慢慢的改变 我们虽然不知道 但是那样的瞬间瞬间的时候 我随了一切都能够更新 定时祷告不是随便做 而是在默想话语 整理话语祷告 当话语刻印 刻印的话语 然后成为我的基准 才能够改变 第三个 拿着想法去祷告 以话语做定时祷告 当这些相连的时候 就能够进行礼拜祷告 那么这个时候 显明的英语就是宝座的祝福 所以你们要知道礼拜是如此惊人的 我们真的在一周当中 拿着想法做随时的祷告 在基督面前做顺从的祷告 拿着话语去做定时祷告 然后礼拜祷告能够形成的时候 每当礼拜 这个就是祷告 通过这个礼拜 我们就能够领到宝座的祝福 会兴起非常惊人的做工 这就是今天胜利的钥匙 当今天能够胜利 去慢慢的形成的时候 就能够成为你的未来 第二点 拿着今天赐给的力量 我们要去挑战 我们要去挑战的部分 拿什么挑战呢 五个部分 救活倒塌的教会 我们真的希望各位能够在 救活教会的这个事情上去挑战 众志你们真的为了教会要去祷告 你们要救活教会 第二点 我们想要什么去挑战呢 不仅救活教会 能够救活世上 希望各位能够这样去挑战 救活世上是怎么样呢 只能拿着你们拥有的福音 拿着别的不能够救活世上 真的不好意思 只有你们拥有这个福音 才能够救活这世上 不仅救活教会 救活世上 而且是什么呢 各位一定要享受这个祝福 你们为了要祷告 要救活 第四点 要医治医生也无法医治的 属灵的疾病 医治病人的 医治病人的 这是医生也无法解决的 医治病人的这一部分 你们要去挑战 第五点 为强大的国家 我们对那应该祷告 其实所有的强大国家 都是撒旦的奴隶 为了救活强大国家 我们要去挑战 这是我们要挑战的五个部分 各位真的要救活教会 将来医治的撒旦 他会总攻击 要去击打教会 所以我们真的要救活教会 要救活世上 救活 还有将来很多的 医生无法医治的这些病人 我们要救活这样的病人 还有强大的国家 拿着这个力量 发生战争 杀死很多的人 这结果是 成为撒旦奴隶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成为撒旦奴隶 却在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要救活强大的国家 然后第三点 是挑战的道路 我们拿着什么 能够去挑战这五个部分呢 可以说这是挑战的一个通路 这是什么呢 第一点 神的意向成为我的梦 神的梦想成为我的梦想的程度 结果通过我的梦 能够握住意向 结果这个不就神的梦想 而神的梦想成为我的梦想 当神的梦想成为我的梦想的时候 就能够持立为我自己的意向 这个不是从我里面出来的 而是从神的意向当中所赐给的 第四点就是 拿着话语祷告 能够形象化 第五点 我所作为我所做的梦想成为我所做的小小的事 在这个位置上面去开始 这就是CVDIP 我把顺序稍微来改变了一下 就是首先是神的梦想要成为我的梦想 然后这个梦想要成为我的意向 这就是约瑟拥有的 拿着这个去确认 应许 然后拿着话语去祷告的时候 不断地让他形象化 结果能够成就这一切的是什么呢 神现在给我的小小的事情 拿着这个开始 约瑟是在奴隶的状况下 在牢房当中 就是开始 虽然是小的事情 但是却是开始 当我们这样形成的时候 就能够去挑战这五个部分 结果我们今天就能够胜利 结论 要分三点 第一点 我们教会现在也要去做准备 教会的各个教育部门也要去准备 要准备 默想时代 超能力 冥想 代替宗教 代替医学 现在三团体拿着这一部分 整个带领着世界 在将来必定面临的时代 我们教会 现在要去开始 做应对的方法 就是默想时代 文物特也是 小的时候就开始 要去准备默想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如果不然的话 就会 所有的人就会被骗 在被 超能力被冥想所骗 第二点 以少数为中心 要做灵性的专门训练 教会当中要兴起这样的施工 以少数为中心 做灵性专门训练 所以我们 Ramment 首先就是要跟 主人学校老师一起 要做这个默想的准备 能够准备灵性的 就是在我们教会当中 以Ramment为中心 要具备这些体系 灵性专门训练 在教会当中 要实际准备 要拥有实际的力量 才可以 第三点 我们计划十年 种植者 要 预先受训练 拿着未来的十年 我们要对于 预备种植者 做训练 拿着这十年的岁月 我们实际上 要预先准备 宣教式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是我们教会的 新时代宣教士 真的 因为新时代的宣教士 他们知道 当地的语言 当地的文化 我们的教会 为一个国家 去做宣教 那么宣教士去的时候 要去准备语言 要去准备各样的部分 所以这一部分 我们拿着十年的 日子当中 要去做体现的准备 不仅要准备宣教士 这十年当中 我们 让我们能够享受 三门徒的祝福 我们要去打造 这样的一个部分 三门徒是什么呢 圣洁实将 Ramont宣教士 还有什么呢 秘密赶死队 秘密赶死队 圣洁实将 Ramont宣教士 这是三个门徒 我们为了 将来的十年 要去预先 做这个三个门徒的准备 要预先去做 这个 种植者的训练 预先做训练 而且为了宣教士 我们要预先 十年的做训练 为了享受 三门徒的祝福 秘密赶死队 圣洁实家 Ramont宣教士 能够出来这样的门徒 我们要预先去做准备 这是我们 今天享受 话语的结论 我们教会 真的也要去 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为了默想 我们要去做这样的准备 还有 以少数为中心 要能够进行 属灵性的训练 看着 展望十年 我们要做这三个部分 种植者 宣教士 三门徒的应允 我们要做十年 其后的准备 这就能够救活 未来的部分 话语的总结 征服过往 征服今天 征服未来的人 为了征服未来 我们有 不要被骗的部分 就是要做 属灵征战的部分 拿着这属灵的征战 我们能够胜利的道路 是什么呢 就是赐给我们 绝对完全的答案 基督 拿着什么要抓住呢 拿着结果与结论 这里面就会知道 一切是过程 拿着这一部分的答案 我们今天能够胜利 要去挑战未来 重要的核心点 就是今天 跟今天相连 就能够打造未来 所以今天我们要享受 定时祷告 随时祷告 与此相连的礼拜祷告 既然我们都会有力量 那拿这个力量 干嘛去挑战 有挑战的五个部分 挑战的道路是什么 是CVDIP 拿着这个部分 我们拿着这个时代 未来当中 要发生的诅咒灾殃 为了解决这一切 所以神愿意使用 我和各位在未来 阻挡灾殃 这个结论的部分 希望大家一起在 祷告的时候 能够拿这个部分去祷告 因为我们的Romant 真的能够救活一个时代 担当未来 其实救活未来的答案 就在我们刚才讲的 序论的部分 Romant 这是圣经里面 所讲的部分 所以将来真的 无法预测的变化 在不幸者成为顶峰的时代 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重要的是什么呢 能够在这里面 进行恢复的主觉 神会祝福我们的Romant 所以我们说ROTC 12345运动 对吧 会讲这个时代 第五个时代是什么呢 通过Romant 把一切能够恢复 通过Romant 把这服务运动持续 这就是第五ROTC时代 重要的答案 我和各位真的要持续 这期的答案 在征服未来的事工当中 被神所使用 用主的名祝愿 各位享受神 赐给我们的祝福恩典 感谢观看